伊朗誓言报复,以色列这回麻烦大了,紧急向联合国求助。 中东一直是二战以后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,原因有很多,以色列无疑是关键因素之一。 前几日,美国退出了伊核协议,以色列随之向伊朗悍然出手,后者在叙利亚人员有数人伤亡,但并无表示,本以为事情会逐渐平息,未曾向以色列又出洞上百架战斗机,把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军事设施清扫了一遍,冲突由此升级。 其实,以色列之所以如此大规模的攻击行动,是因为从伊朗军事设施附近向戈兰高地发射了20多枚火箭弹。 但事后伊朗表示自己并没有动手,叙利亚也主动承认是自己发射的,但以色列反击太快,以至于在没弄清楚之前舅舅直接搞出了这么大的阵势,上演了一出乌龙,还使得伊朗宣布要报复。 当然,也有人认为以色列此举是受美国指使,急急挑起战争,并非乌龙。 然而一旦参与战争,退出基本不可能,以色列让自身殖命强大的伊朗,有些得不偿失。 伊朗军功强大,有助完整的军机,导弹研发生产线,是中东霸主机存在,其导弹对以色列具有很大的威胁。 据悉,伊朗目前有5000多枚流星系列弹道导弹,以色列处在其打击范围之中。 而且伊朗电视台曾公布过一段视频,显示其导弹储存在深达10米的地下,即便是美国也很难找到。 这些导弹就是悬在以色列头顶的利剑,随时都会落下,发出致命一击,因而此次以色列打错人之后,很是不安。 目前,以色列全军处于低级警备状态,预防可能会到来的打击。 与此同时,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致信联合国秘书长,说自己作为主权国家受到袭击,联合国应该谴责伊朗,并要求其撤出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,以保护自己。 这就有点搞笑了,毕竟你打了人,不仅不让还手,还反告别人一撞。 尽管伊朗暂时并没有实质行动,但就旗感和美国正面刚的魄力来看,恐怕不会忍下这口气。 之所以没有立刻还击,可能是因为程度难以把握,过今则有些示弱的感觉,过重可能会使美军及机插手,而在自身军力处于劣势,且本土没受到攻击的情况下引发战争,疏为不至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